他現在要過馬路 這趕快把他攔下來 然後問他也不知道 來 我放你下車 我回答你去找媽媽 我不知道他會想這個 好啦那個門再說好了 近日在台中市南屯區甘城街 一名緊包著尿布的兩歲男童 被民眾發現獨自徘徊在街上 由於男童年幼 對警察的提問無法清楚回答 且疑似陰機惡而不停哭泣 原警先是親身安撫男童情緒 並此細檢查其身體狀況 卻認為有受到不當照顧 刀下決定將男童帶繁鎖 提供飲用水和餅乾讓他是要做休息 警方迅速調月間試氣 尋找男童的行走路径 以便找到其住家 在鎖定男童的住處後 警方立即驅車前往 當警方抵達時 男童父親對於孩子 獨自外出感到驚訝不已 男童父親解釋 自己剛下大夜班 正準備休息 以為孩子與家人在樓下看電視 因此安心在樓上休息 男童父親擔憂地表示 自己並不知道孩子會自行開鐵門外出 雖然男童僅走出家門100公尺 但好險有原警 好心人幫忙 才沒釀成意外 原警也提醒男童父親 因妥善走好大門 以防類似情況再次發生